大迦 五元也能转身 颇 aún好 所以我们算是十分名的 好啊 其实我们为了准备抓那个荒岩 实际上提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提前 应该是一个月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给它 投一些毒笋 然后找它的方位 这个人工毒笋 这个花言是从来没吃过它 它最开始我们给它 它根本看都不看 大个月以后 它再尝了一根 觉得那个毒笋还挺不错的 然后就偶然吃我们的毒笋 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毒笋 去引诱它 但是它这个过程好不顺利 它有时候就跑得很远 然后在前天的晚上 我们去把它引诱 引诱到这个隔离笼里面 已经成功地引进去了 当时大家很高兴 说明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那个当天太晚了 已经是深夜了 然后我们就想等到明天 再想办 结果它这个花言 这个笋笋笋笋 待了一个小时 自己从那个笋笋里面 把那个笋笋撕开 跑出去 说明了这个花言 它这个野性十足 不像我们的这个倦养学 这所以让我们也感到 非常的新鲜 之前的抓住其他的 群毛座里面 有没有遇到相同的情况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遇到 第一次遇到 以前都没有这种情况 以前一般被我们关在笼子里面 它都没有逃出去过 只有花言 它第一次成功地从我们那个隔离笼里面逃出去 它能把这个笼子给掰开 那要多大的力量 我觉得它这个熊猫的力量是很大的 三岁的熊猫 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而且它又在野外 培训了三年 所以这个也证明 它的野性是很强的 我们以前都是大概是两岁多 现在这次就是三岁多 所以我们也相对于是一个对比研究 就是不同年龄阶段 看哪一种 哪个年龄范 更好一些 花言是几岁跟他妈妈分开的 为什么要跟他妈妈分开 一岁半的时候 跟妈妈分开的 他妈妈一开始拔情了 他的妈妈就要赶他走 然后同时我们为了 不伤害到我们的花言 比如说就把妈妈 从那个小朋友圈里面 就把他们分开了 不是所有的都一样 有的就是说 可以先跟幼崽到两岁多 或者生死两岁半 但是也有种熊猫 比如说花言 还包括草草 当时他们幼崽 他也都是在一岁半 要驱赶他的幼崽 他要重新进入一个繁殖周期 要建立新的家庭 当时他离开妈妈以后 我们就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的人工的干预 就是说没有给他图食 或者去把他放到那个圈身里面去养 都没有 都在那个相当于野外 一样的这个环境 他要么在树上 要么在丛林里面去找植物 风餐露树 所以说他得到了非常好的照片 那我们都是通过那个相圈来建设照片吗 对 通过相圈 还有我们给他安了一些无线电 就是那个红外线的照相机 拍了一些 这些来了解他的活动情况 然后我们通过他吃竹子啊 这些痕迹 就可以了解他的活动 活动轨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